小朋友们,你们好 小胖叔叔又来给你们讲故事了 这次要讲的成语故事叫做《姬与陈舟》 战国时期,各国的谋士说客分成合纵、连衡两派 合纵主张弱国联合抗秦 连衡主张追随强大的秦国 秦国宰相张仪知道了这些情况 心里十分着急 看来合纵占了上风 我怎样才能解破他们的联盟呢 我要到魏国去说服魏王和咱们连衡大王 你觉得如何呀 好吧,那就辛苦向国了 张仪来到魏国,很快当上了魏国的国相 他一心判算如何使魏王退出合纵 魏王,你现在是否考虑一下退出合纵而加入连衡呢 不行不行,我现在已经和各国立下了盟约 怎么能就此退出呢 张仪在魏国四年,始终念念不忘如何劝说魏王脱离合纵 嗯,我何不让秦国派兵对魏国 鞭城进行骚扰一次威胁魏国 于是秦王派兵攻打魏国 魏国不断失利 这时,合纵内部也开始了分裂 合纵联盟危机四伏 张仪趁机又劝说魏王 陈门魏国现在内忧外患,如同鸡与陈舟 故愿大王能再考虑一下连衡之事 嗯? 嗯,事已至此也只好连衡了 成语鸡与陈舟是说羽毛虽轻,鸡多了也能使船沉没 比喻鸡小患,可成大祸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